即2022年9月后 国有大银行存款利率再次下调 6月8日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有储银行 六大国有银行 共同下调存款挂牌利率 其中 活期存款利率从此前的0.25%下调至0.2% 两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2.05% 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下调15个基点 至2.45% 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下调15个基点至2.5% 零存整取 整存领取 存本取息品种的挂牌利率保持不变 通知存款挂牌利率保持不变 6月8日 多家国有型工作人员向时代财经表示 以查询到的利率为主 其中 工商银行工作人员称 自6月8日起 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已经开始调整了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同一家银行在各地的具体执行利率会略有不同 最终利率要以当地为准 与此同时 独家媒体报道称 此轮调整中 美元定期存款根据不同期限和不同规模亦有条件 5万美元含以上的一年期定期美元存款利率不高于4.3% 此前 此前有的大银行该品种利率最高可达5%左右 告别三十代 在这一轮调整中存款挂牌利率全部降至2.5%以下 其中 三年期定存利率 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下调基点较多 均为15个基点 利率分别降至2.45% 2.5% 研修士说 利率调整后 100万元的存款存三年期 五年期的利息分别减少4500元 7500元 10万元的存款存三年期 五年期的利息分别减少450元 750元 有银行工作人员对时代财经表示 一般来说 实际执行的存款利率会有所上浮 比如 某大银行盲点 在利率调整之前三年期挂牌利率为3% 而如今已经破三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调整距离上一轮调整 刚刚过去9个月 2022年9月 六大银行集体调整 包括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在内的多个品种利率 其中 三年期定存和大额存单利率下调15个基点 一年期和五年期定存利率下调10个基点 活期存款利率下调0.5个基点 在上一轮调整过后 六大银行活期存款挂牌年利率为0.25% 一年期 两年期 三年期 五年期定存挂牌利率分别为1.65% 2.15% 2.6% 2.65% 随后 今年4月 股份型 城商行 农商行 以及村镇银行 也陆续跟随下调 这一次 除了国有大银行 新疆 内蒙古等多地中小银行 也在密集发布公告称 下调存款利率 宣布6月起 调降部分期限定期存款利率 下降幅度 大多在五基点 至三十基点 基点 此前 广东 河南 湖北等地 多家中小银行 纷纷宣布下调存款利率 5月5日 渤海 浙商 横峰三家股份型 跟进不降 仍有下调空间 从数据来看 今年以来 银行存款结构中 定期化 长期化特征 仍在持续 央行数据显示 截至4月末 个人存款中的 定期及其他存款 占比升至71% 较2022年末 提升近三个百分点 企业存款中的 定期及其他存款 占比升近68% 较2022年末 提升近两个百分点 那么 为什么存款利率 调降动作如此密集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博文喜向时代财经表示 逆周期调节的 扩张性货币政策之下 持续详准降息 以及央行的 公开市场操作 都是寻常方式 只不过此次 选择了降息而已 中央财经大学 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 内蒙古银行 研究发展部 总经理杨海平 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称 存款利率调降动作 比以往密集的原因是 实体经济恢复 遇到较大困难 去年以来 稳增长的压力 一直比较大 客观上要求 持续压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同时 商业银行的 静息差水平 也已经逼近 可以承受的极限 杨海平进一步指出 按照目前的存款市场格局 六大银行下调 各类型存款利率 将会引领中小银行跟进 形成新一轮银行存款降息 总体判断 下半年银行存款利率 仍有下调空间 但下调空间有限 对此 百文喜迟相同态度 他认为 对比全球主要经济体的 持续加息与缩表 中国利率在持续降息之下 目前已处在较低水平 但是 根据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 态势来看 为维护宏观向好的势头 和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之下 改善商业银行的基本面 今年下半年 存款利率 还有可能进一步下调 中国企业改革 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 吴刚良则表示 从当前趋势来看 整个市场利率 仍会维持低位甚至下行 不过 未来利率下调的空间多大 主要取决于 未来CPI的变化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